这个生意在蹦步没有人干锅比 一晚上能做到两张站 有时候好的人做到三十万 我从38岁干到现在70多了 干了35年了 反正是蹦步是提起来我们家 没有人不知道的 兄弟们 今天晚上我们在安徽的蹦步 来吃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天花板的烧烤 而且是一位73岁的老阿姨做的 今天晚上我们要尝尝你的手艺了 好嘞 但是我给你烤没问题 谁的烤得让你好吃 哪里的都没有我们家的好吃 我就这些我用心去做 不好吃他们能来吗 我一年羊肉串都干六七十万 就单纯的羊肉串 单纯的羊肉串一年就干这么多串 这个是什么肉阿姨 这是杜奔 羊肉的杜奔 好吃的 这羊杜奔是我们35年的老传统了 来的人哪个都要吃杜奔的 这块肉好吃 杜奔好吃 有肥的有瘦的 吃到嘴里面口感还好 这个是羊腿肉 羊肉对 羊腿肉 这是羊肉串 串羊肉串的 这是牛肉 牛里脊肉烤出来的口感嫩 很受顾客欢迎 吃了还想吃吃了还想吃 这是淀粉 淀粉 白糖 还有独特的一点料子给里头 稍微腌制一下 我看很多人家烤串好像都不腌制 腌制一下入味 您这个倒的还是矿泉水 现在自然水有的里面自然水都不干净 这是矿泉水我们用的 都是矿泉水 都是用矿泉水 都是用矿泉水 有多少肉放多少水是有比例的 有比例 对 这样腌制过以后 拿出来的羊肉吃了嘴里肉 又嫩又香又滑 这个也是个体力活阿姨 是 这么大年纪了天天还做这个体力活 你看 为了盛盈三十多年都这么过来的 那得可以交给工人做 这工人不行 有兴趣做才行了 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放心 从路边塔一直做到现在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自己家买的房子 在这个地方就不同地方了 就在这地方干下来了 这么大纪要买不少钱 对 三米多万 也挣了不少钱 给养了几袋子 阿姨您面前这个是叫蜜蜡是吧 蜜蜡 对 好了 这个应该值不少钱 也不贵 两万多块钱 这个穿穿的其实是个费功夫的活 是个细活 现在一大盆要穿多长时间 一大盆能穿 一上午能穿了吧 差不多 差不多 这两位大姐都是一直在穿穿的 对 一直都是 我们家的员工 大姐在那家做了多少年了 做了28年了 28年了 对 那这位大姐呢 25年 25年 哎呦 不容易不容易 都做20多年了 大姐像你们在这边做 工资多少钱一个月呢 4千万元一个月 那一天正常穿几个小时 7-8个小时 7-8个小时 就跟正常上班一样 对 阿姨像您这个天天做的 想不想吃呢 想吃啊 天天都想吃 我一吃起来 想吃的时候一吃起来 能吃20多转 小的时候吃我羊串 现在已经出国了 在国外都要 叫我们去给它打包 整供保障寄到国外 优费都得好多钱 有的优费都比羊串贵 你看我们这个是爷爷 养四家的 大女儿 二女儿 三女儿 带我们老两口 在店里面有十几个员工 就我们这一个店就养这么多人 这个是羊排 手抓羊排 我们家特色 我们说一百句好 不如顾客讲一句好 顾客讲好他才能来 我们就能有个省一段 像您这个一个晚上能烤多少串的 有的三只羊 有的时候四只羊 基本上能烤两千三千串 光羊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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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算其他的东西 那您家总共有多少个品种 总共有一百多个品种 手法最重要 一样的料子一样的火候 手法不一样 烤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 在伯母提到我们家烤烤 几乎都知道 开车的电视机都对我们家带 我烤的羊肉串跟其他不一样 吃到嘴里柔柔软软又嫩 不像人家羊肉串 吃到嘴里又干又梗 八十个辣的 八十个辣的先烤辣的 您这个现在羊肉串是怎么卖的呢 羊肉串三块钱一块 那那个杜蜂的呢 杜蜂是四块 我一年的时候 有两个美女坐在五十一号 我问她 我说你们是外籍吗 同样的是的 我们是贺肥的 她说我们到虚州去吃烤烤 不好吃 这样的不对味 我们侧人一掉头 又来到你们家吃的 我还快感动呢 后来算账的时候 我们家女阿姨又跟她一瓶饮料喝 还有我们四个人 给我们弄二十个杜蜂的 好 然后再给我们来一个三个羊肉串 好的 还有什么特色 手抓羊排 手抓羊排也行 给我们来个手抓羊排 嗯 手抓羊排怎么卖的 手抓羊排是一百三十八一份 一份 一份是大概有多少 一份是两斤多 给我们来一份 好 前几天过去年 我连续站了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 我腿还都站不起来了 什么样东西 挑着剪着买 而且买的时候还要看长相漂亮不漂亮 穿出来也漂亮 显直高 那我开句玩笑话 你们家那个羊肉串也是双眼皮的吧 双眼皮 你说谎话哪个人傻呀 你哪个人敢傻 你就自己就是傻子 小弟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泵布的烤串 它这个烤串跟我们以前吃的烤串还不太一样 这个是叫杜崩的 实际上就是那个羊的那条肉 这个是他家的特色 这个杜崩在他家的点单力是最高的 我们来尝一下 哇 好香啊 这种吃到嘴里面的口感就是有肥有瘦 然后一口咬下去滋滋冒油 他家这个烤串给我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汁水非常的充足 它不像有的地方烤的烤串呢 吃到嘴里面有点干嘛 它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跟那个油炸出来一样 但是它没有用油炸 就是硬烤出来的 但是汁水非常充足 最好吃 它现在这个杜崩的是四块钱一串 这下面还有这种 下面这个就是羊肉串 羊肉串是卖的三块钱一串 晚上没吃的时候 撸点串 然后喝点啤酒 太爽了 这家店在泵部已经开了三十多年了 也属于一个老店了 生意非常好 哇 这个串的味道烤的确实不错 我们吃烤串吃了很多 什么羊肉的烤串 新疆的烤串 包括东北的那个景州烤串 我们都吃过 但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它这种烤串就是另外一种风味了 吃起来就是特别嫩 汁水特别充足 大家也有这种小肉嘛 就跟那个自薄的烧烤有点类似 但是它的里面卷的不是太一样的 这个就是咸蛋黄和蒜蓉 对起来的 这个比较有特色 来一个烤串 卷一下 哇 这种感觉好不好 山东自薄烧烤就是这种吃法 浓郁的那种蒜香味 夹到的孜然羊肉的味道 还能吃到那种甜蛋黄的味道 太棒了 嗯 好吃 烤羊排 这个是整片的羊排 大家这个羊排现在是卖138一份 哇塞 芝芝冒油啊 先来一块 哇塞 有点烫 刚刚烤出来的 哇 吃羊肉啊 这个烤羊排是吃的最过瘾的 哇 太烫了 这才要真正的大口吃肉 它这个羊排处理得非常好 吃到嘴里面 基本上吃不到这种羊肠味 非常香 不心不杀 对 确实是不心不杀 再来一块小的 这个太香了 越嚼越香啊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那边 太棒了 都没有来过了 estre维 那边 这边 谢谢大家